弟兄姐妹要开始本周的敬拜 今天我们会唱什么歌呢 是不是很期待呢 我鼓励你有一个期待的心 当我们期待神在我们生命中 对我们说话 对我们行神迹 透过歌词对我们说话 透过歌词释放他的神迹 当那个歌词 或者是也许等一下的领圣餐奉献 或是讲到那个话 成为你的ray嘛 你有那句ray嘛 就很像彼得能够走在水面上一样 你可以胜过风暴 你可以胜过这个环境 有上帝的话 你抓住了得着 改变 所以你要好好来敬拜 让我们在敬拜里面 专注的看见神 然后在那个敬拜里面 预备自己的心 来聆听 来请 请新徒义 来得着上帝要给你那个话语 然后上帝的大能 那个ray嘛 要在你生命中彰显大能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正站在敬拜的天堂之下 我只能留下来敬拜的力量 都没有一次性的赎爱 我曾经来敬拜的力量 我有千万个理由要环顾 一生你得到不赔的恩宠 不要再盯进自己的行为 完全依靠你做成的工作 属于是假意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怕哭你已成就一切 你已成就一切 不再老苦 你莫一进梦就寻 永远成你 你的意志 是我确逐 在盼望坚定我心 你发愈照亮我牵头的道路 我有千万个理由要环顾 一生你得到不赔的恩宠 不要再盯进自己的行为 完全依靠你做成的工作 属于是假意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坏苦你已成就一切 你已成就一切 你已成就一切 我正站在散开的天堂之下 恩典看灵 浇灌不息 慈爱围绕 你怜悯永不止息 你拜拜给我 拜拜的零售 我有千万个理由要顽顾 一生你得到不配的恩充 不要再定进自己的行为 完全依靠你做真的工作 祝你是假意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欢呼你已成就的一切 我有千万个理由要顽顾 一生你得到不配的恩充 不要再定进自己的行为 完全依靠你做真的工作 只是假意清楚的表明 我已完全得救你的自由 我欢呼你已成就一切 你已成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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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定遇忍寝寞 ze neurodicons 你尽快会 你未能得救你的 你未能得救你的 我未能得救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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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能得救你的 我未能得救你的 耶稣宝血已经洗尽了我 耶稣变伤已经抑制了我 耶稣守法为我伸为罪 为幸福足健康的圣 基督里我已经隐形成义 基督里我已经永远的酒 我已经洗尽神圣语 我已经深深永远完全 我是一人 祷告梦吹听 我是一人 一生和好乐 跌倒起刺 斗笔心情 我强壮 如同狮子 我是一人 我已被告据 我是一人 一成熟时间 又同意冠冕 为我承留 我的道路 越交越迷 直到绝部 耶稣宝血已经洗尽了我 耶稣宝血owae diem 落在会面 耶稣宝血 さまあの子 我 sant 处复 fix 至今May 落下只有外力 你独立我已经隐形成衣 你独立我已经永远得久 我已经洗进尘身成衣 我已经成熟永远完全 我是一人 祷告梦吹听 我是一人 余生和好了 铁道弃子 躲避心情 我强壮如同世纪 我是一人 我已被告据 我是一人 已成熟世纪 如同已冠冕为我存留 我的岗路 越长越鸣 我是一人 祷告梦吹听 我是一人 余生和好了 铁道弃子 躲避心情 我强壮如同世纪 我是一人 我已被告据 我是一人 已成熟世纪 我是一人 已成熟世纪 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 我提到路 越长越迷 我提到路 越长越迷 我是一人 余生和好了 我是一人 余生和好乐 月到七次 都必兴起 我成终 如同狮子 我是一人 我已被告据 我是一人 余承受世界 有共一观念 为我存留 我的道路 越走越迷 直到日路 我的道路 越走越迷 直到日路 主 谢谢你 我们灵受 我们是一人的身份 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那是靠着耶稣你这么好 你已经完成的工作 以至于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因信誠义 得以完全 主 谢谢你 我们愿意领受这身份 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掌权作王 我们知道我们的路 不必如同黎明 直到日无 越照越明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愿我们刚刚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都把它的每一字每一句 唱到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在唱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它宣告出来 当我们 因为我们仍然是人 我们仍然会软弱 可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借这些诗歌 我们再一次的也是提醒自己 我们要领受那个一人的身份 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 乃是耶稣那么好 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愿意让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 Amen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领圣仓 我们也要一起愿意相信 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 每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 我们就是纪念耶稣 纪念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 他不需要再死第二次 他就是一次以他自己为祭献上 并且他就是那个最完美的祭物 他没有瑕疵 他没有罪 可是他却代替我们 他以他的无罪代替我们的有罪 所以我们是有罪的没有错 可是靠着耶稣 上帝透过耶稣来看我们 我们披戴耶稣 我们穿戴耶稣 所以我们就成义了 我们就完全了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不停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仍然会软弱 我们仍然会犯错 但如同主任牧师说的 我们是偶尔犯错的义人 我们不是偶尔做好事的罪人 Amen 我们领受这个身份 我们也尽量活出这个乡乘的生命 但是即便我们现在还没有活出这个乡乘的生命 也没有关系 我们来定睛耶稣 当我们看着耶稣 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 所以每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就是来定睛耶稣 我们来纪念耶稣完成的工作 我们看着耶稣我们就知道 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 Amen 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 拿出我们准备好的圣餐饼 无论你是在现场的或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只要你是相信耶稣的人 你能够辨明这是耶稣的身体 这是耶稣的血的 我们都欢迎你给我美其林生餐 那饼我们当然鼓励你都是使用无效的 因为预表耶稣没有罪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很紧急的状况之下 你真的找不到也没有关系 居西牧师也有说 你连饼都没有 你在想象中也是可以 因为最重要的不是圣餐有魔力 最重要的是耶稣 不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指向耶稣 Amen 当我们为其他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是把人带向耶稣 因为我们没有用 只有耶稣有用 只有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 一切的问题 祂是我们的解答 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拿起我们的饼 我们拨开 我们辨明这是耶稣的血 并且宣告 因耶稣基督的鞭伤 耶稣基督的刑罚 我们已经得医治得平安 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你为我而舍得 我们一起领受 并且我们也拿起我们的杯来 我们辨明这是耶稣的血 为我们而流 祂的血洗尽我们一切的污秽 一切的不易 所以我们靠着耶稣 可以得以成圣 成义完全 耶稣 谢谢你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 我们吃喝 你的身体 你的血 我们就在你的里面 你也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耶稣 我们一起领受 我们为我们领受的来祷告 家人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完成的工作 并且一罪不两罚 你自己承受 我们知道 你已经承受了 我们就不用再承受 主要谢谢你 何等的完美 并且你以完美的身份 无罪的身份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在两千多年前 就已经完成这一切 所以你已经洗尽我们的罪 不论是过去 现在 未来 主要谢谢你 没有人能够废去 你所完成的 主要谢谢你 我们也知道 每当我们定金你 每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 我们就是纪念你完成的工作 不只是我们的心知道 在灵界我们也宣告出来了 所以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们 谢谢你 谢谢你 何等的有能力 并且完成这一切 并且我们知道 我们依靠的是那个万君之夜华 是那个万有的神 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所以你是大神 我们定金耶稣 我们知道 耶稣比我们的问题更大 主要谢谢你 将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交在神的手中 谢谢你挪去挪开 这所有的一切 当我们定金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迹奇事必能发生 你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 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难处 一切的难题 谢谢你 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亮光 我们的牧人 我们的牧者 引导我们的一生 谢谢你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并且引导我们走在那个计划当中 谢谢耶稣 谢谢天父 谢谢圣灵 谢谢三位一体的神 你们何等的全备完美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 谢谢你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心 谢谢你 将圣禅赐给我们 使我们领受这一切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神 好 接下来我们 请同工帮我们收奉献 不论是在现场的 或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鼓励你们有十一奉献 那如果还不清楚十一奉献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即便你不奉献 上帝一样爱你 你不能用奉献来买上帝的爱 可是的确十一奉献 你们有特别的祝福 而且这也是一种见证 而当然不是只有十一奉献 才是见证 包括很欢迎 弟兄姐妹可以去我们的官网看 我们不论是在神迹时刻 或是有弟兄姐妹 在领圣餐的过程当中 他就尽力许多的见证 那当然十一奉献也是一种见证 他就是因为我已经丰盛富足了 所以我有能力可以奉献 其实这是一件很 他是一件很开心很喜乐的事情 可是如果说 你还在财务的困难当中 你觉得你会有忧虑 你十一奉献 你就会有短缺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先为你祷告 你真的要来领受这个十一奉献的恩高 十一奉献的祝福 还有十一奉献的意义 当你领受这一切的时候 你再来奉献 因为你要知道 你不奉献上帝一样爱你 因为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以前 他就两千多年前 就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在你没有奉献以前 他就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甚至有很多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有看我们的神器时刻的见证 或者是牧师上周的这个讲道都有提到 他们去短缺 他们去为人祷告 难道有跟他说 你要先奉献我才要为你祷告哦 或是你要先做什么 我才为你祷告哦 都没有 就只是为他祷告 那个忧郁症就好了 那个药就吃的很少 然后那个很多年 就是脚很痛的就好了 他有先做什么吗 没有 如同圣经说的 我们爱 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真的是 古一弟兄姐妹 你们先来经历神的爱 先来经历神 对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美好的祝福 你领受了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奉献 你自然而然 你就能够付出 而且你这个付出 也不是为了要赚取 而是因为你很感恩 其实神很喜欢我们 有一个感恩的心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其实是 神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 他要使我们在天上在地上 都积财宝 那是上帝要给我们奖赏的理由 有时候 比如说我的孩子 他现在什么都还不会做 可是当他跟你说谢谢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了 等他再大一点 他可能会端一杯水给我了 我可能会更开心 那就是一起同工 当我很口渴的时候 他发现了我的需要 他给我一杯水 但是难道我自己 不能去倒那杯水吗 我可以 所以神难道不能去做这些事吗 可以 可是当你与神同工 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神的心是何等的喜悦 并且 神要奖赏你 这是神 因为神也是公义的神 你要给他理由奖赏你啊 是吗 阿们 所以真的是鼓励每位弟兄姐妹 你们都能够得着 许许多多各样的奖赏 各样的祝福 好 所以如果你是在线上 我们有几种奉献的管道 不论是这个使用上海商业银行 城中分行的汇款帐号 或者是线上刷卡 那线上刷卡的话 它就会填资料了 所以你就不用再告诉我们 可是如果你是用银行汇款的话 请到我们的官网 在那个奉献的那页 在最底下有一个 就是奉献资料索取 那个按下去 它就会引导你到Google表单 那就需要请你们 第一次的时候 告诉我们 你奉献的号码 然后跟你的姓名 你的住址 跟你的联络方式 那我们的收据都会是年度开例 那如果你有特别的需求 你可以备注告诉我们 我们这边财务就会知道 然后跟你联系 然后下面是教会的电话 那我们没有办法 always有人接 所以会是语音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写email给我们 那这两个方式 都会是开立台湾的奉献收据 那如果你是在海外 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在美国报税的需求 你也可以直接奉献到 我们北美的户头 感谢主 对,这个事工就 一日就出来 突然就生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美国既然能开户 蛮困难的 但是我们开成了 感谢主 然后这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户头 如果你有 在美国 有这个抵税需要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奉献 那 这SweetCode 就是如果你不在美国境内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你就可以奉献 那下一页就是 你不用输入那个 但是就是你在美国境内 你可以直接奉献 然后美国联络人是Mia 请找我们的Mia姐姐 然后电子邮件的话 如果你是习惯用英文了的话 那你就可以写这个邮件 来确认你在美国的奉献是否有收到 好 那如果你是在台湾的话 你就请写 HESEDCHURCH 就是hasechurchtw 然后一样是atgmail.com 好 然后如果是这个支票的话 你看是美国支票的话 也请直接寄到这个美国的住址去 我们这边就可以收到 然后这个就是线上转账 你直接输入这个email 你就可以直接汇款了 对非常方便 有点像我们的奈配 就是你只要 嗯 出去就可以了 对好 那以上就是这几种奉献方式 如果你仍然有其他问题 欢迎你直接与我们联系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先爱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知道我们能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能奉献是因为你已经先祝福我们 主要谢谢你 使我们丰盛富足 主要使我们欢喜快乐 将这礼物带到神的面前 主要谢谢你 使我们带着许许多多各样的见证 来到神的家 主要也来祝福每位弟兄姐妹 主要让我们真的是见证复制见证 让我们在神的家里彼此相爱 主要并且彼此激励彼此见证 彼此在彼此的生命当中 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 主要我们知道这一切美好的事情 也要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耶稣 你何等的美好 也谢谢你 悦纳我们的奉献 使这钱 在神的家中 主要真的是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 祝福出去 使更多的人 能够听见这美好的恩典福音 谢谢主 因为你就是那美好的 愿这美好传扬出去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很快要开始讲道 在讲道之前 请务必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来祷告 就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你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因为一人的日子 如同黎明直到日午 月照月明 月照月明直到日午 主要是的 也许我们生命中 好像现在有一些乌云 好像感觉好像不是月照月明 怎么是黑暗 但是上帝要对你说 云上的太阳永远不改变 你要被神带到那个高处 与他如荫展翅上层 你要看见真正的状况是 他完全掌权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主要帮助我们今天有倾听耳 跟倾听的心 看见你的荣耀 听到你的声音 知道你的心意 然后得到那个Rama 如同彼得一样 他得到你来吧 他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他就胜过风暴 胜过大浪 成就神级 你也可以 主要今天已经给我们 从你而来的倾听耳 跟倾听的心 也谢谢你分别为圣孩子的口 跟孩子的心 来分享你美好的话语 谢谢耶稣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为什么你要按赞订阅分享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传福音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这样 每次我们有去日本宣教 去美国宣教 去哪里宣教 可是也许你工作啊 或是各样的原因 可是你最少有可爱的手指 按下去 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去把福音传出去 你真的都不想要做 这四件也很困难 你就做一件就好 叫做按赞 你只要看到恩宠教会 看到神奇时刻 看到晚安宝贝 看到我们的圣经知识库 看到我们任何的 讲到恩典圣经学院 你就给他按赞 按下去很多人就会看见 有一天在天堂 你会发现你的手指是金的 但是其实这并不好 因为金的是地板的颜色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指 真的传了很多福音 大大的荣耀上帝 所以伸出你可爱的手指 按下赞吧 上帝祝福你 约翰福音十章一节 我是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 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好我们读经 是不是按照那些原则 平行经文 已经解经上下文 时代背景作者跟受文者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把 耶稣在地上的 所做的这一切事情 按照时序排一排 你就会发现 约翰福音十章一节 跟我们上周所讲的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是非常有关的 因为他的时间点 几乎是一样的 现在时间都在耶路撒冷 好然后呢 所以我们上次提过 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是 那个律法师 其实就是那个 被强盗打的人 被窝光衣服 然后被打得半死的人 而我们也引用了这个经文 因为同一个时间 好所以呢 耶稣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而这个你们是谁 我们从九章的最后面看到 这个你们 也是一群法利塞人 那群法利塞人 里面可能就有一个律法师 在试探耶稣就是 然后耶稣讲了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只是因为 一个是路加 一个是约翰 所以他们两个的 技术的技的关系 可是 其实是 讲东西是很有关系的 好所以呢 这边讲 人进阳圈 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所以呢 不从门进去的就是强盗 这没问题吧 这耶稣说的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要从门进去 好 然后 其实大家读这个经文 不晓得有没有读过 其实这边要先跟大家讲 有两种羊圈 耶稣在这边举了两种羊圈的例子 现在在讲的是第一种羊圈 就是 有看门的人 有牧羊人跟强盗 这是第一种羊圈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 跟这些法利塞人说 一个人如果进去羊圈 他没有从门进去 从任何地方进去的就是贼 就是强盗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背景 两种羊圈 有一种就是 现在假设是不太冷的日子 如果很冷 当然你要把它带到棚里面 对不对 如果很冷很冷 是绝对不会出去牧羊 所以耶稣真的不是12月24号晚上 12月25号出生 不是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在牧羊的 耶路撒尔是会下雪的 你知道吗 好 所以你带羊出去就是 除非你是想要把它冷冻 送去哪里 对不对 而且就是必死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会牧羊 所以耶稣大概是9月10月的时候出生 那个时候的羊 也都已经不住在一般的羊圈 他们要住在有屋顶的房子才会安全 因为那时候已经蛮凉的 那你想象一下假设 7月 6、7月天气很热的时候 好 牧羊人在干嘛 西方的牧羊人是羊走在前面 会有牧羊犬帮他 然后牧羊人走在后面 然后拿着杖 然后赶他们 有干过这种吗 对不对 好 但是东方的 东方的就是像我们亚洲这边 他们的牧羊人是人走在前面 牧羊人走在前面 羊跟着他们 而且没有牧羊犬 你知道差别吧 这是两种不同 好 所以牧羊人 在耶稣时代的牧羊人 好他就拿着杖跟干 然后就走同一根 好就走 然后后面羊就跟着他们 然后带他们去哪里 草场 好吃的草的地方 因为羊 羊是很短式的 你知道吗 有人说羊只能看一公尺 有人说更短 所以他必须去 事先去知道哪里有草 然后带他们去 OK 所以呢 他们会带他们去吃草 吃草 如果草很远 回不了自己平常放羊的地方 就是那个有屋顶的 有给保暖的地方 那他们要怎样 就在附近的乡镇借住 好 那这个时候就进了所谓的第一种羊圈 第一种羊圈是什么 就是附近可能很多牧羊人各自带着自己的羊 然后他们就来来来来来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带着自己的羊 然后把羊放进去 然后就跟看门的说 我之后会来接我的羊 然后可能自己去找一个旅馆 或自己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睡了 隔一天再把自己的羊带出去 这是第一种羊圈 好OK 然后看门的人就看着门 这个时候就有人想要来偷羊 就是这些不从门进去 怎么从门进去 门有看门的人 对不对 就在这种别的地方要爬进去 这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他们想要偷窃这一切 OK 背景是这样 好我们请看下一页 十章二到三节请念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好所以呢 昨天晚上 如果是黄昏的时候 就是天还要亮的时候 黑的时候野兽就出来 对不对 所以牧羊人就带着羊 然后呢 进到了一个羊圈 然后有看门的 然后可能付给他费用等等 然后就把羊放进去 所以里面可能有三五个 五个不同群的羊 不同的牧人带着羊 好所以呢 这个羊的牧人来了 然后呢 就要来带自己的羊 然后开门就给他开门 这个时候牧羊人 要怎么带自己的羊呢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首先你知道吗 你真的把那个羊取名字 你叫他名字 他真的会来 真的 我有去研究一下 比如说你叫他那个 什么 黑腿 然后他腿黑的 叫他黑腿 对 然后什么白儿 或者是什么阿福 不是阿福是狗的名字 没有 下面人叫阿福 或者是叫什么 阿班典 小班大班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真的会来 好 而且呢 牧羊的人他们还会有一种 属于他的声音 我之前去瑞士的时候 有跑去一个 朋友的朋友 他家是羊羊的 然后蛮有趣的事情就是 什么叫羊 听得懂他的声音 我就请他示范一下 他就发了一个声音 那不是讲话 就是发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发了之后 所有羊就会聚集 这个为什么羊会聚集 你知道吗 要给吃的 你有些时候就给他一些 比如说 一般草地吃不到的 任何其他的草料之类的 好 所以呢 就这个声音 那我请他再发一两次让我学 然后我就找到另外一个角落 用力的发这个声音 就大部分羊都不理我 一两只像抬头看一下 嗯 然后继续吃 好 顺便讲一下羊的故事 有两只羊正在吃草 这是笑话 有两只羊正在吃草 你们都知道我要讲什么笑 我还是要重讲 有两只羊正在吃草 其中一只问隔壁那只说 诶 你那坨草什么味道 他就回草莓味 然后这次就说 哇 草莓味 我赶快来吃一吃 然后说 没有啊 跟别的草一样啊 哪里有什么草莓味 我就跟你讲草 没味 草没有味 好 OK 我回来羊 羊真的听得懂牧羊人的声音 羊真的听得懂 而且你叫他的名字 真的是 会可以把他叫过来 如果你是他主人的话 你路人随便叫 他是不会过来的 OK 好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其实这也就是在说 我们是主的羊 我们真的听得懂主的声音 这个时候律法的弟兄姐妹 就会觉得 所以我都听不懂神的声音 其实我不是主的羊 我还没得救 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 怎样能永远睡不着 你知道吗 他就一直走来走去 都睡不着你知道吗 梦游的人 他本来就睡着了 他本来睡着才起来梦游了 所以你以为他还没睡 他其实一直都在睡 对不对 大家知道梦游的定义吗 他在睡眠中会行走 OK意思是什么 你根本已经听到神的声音 他骗你那不是神的声音 或者他骗你说 那是你自己的声音 或者是他假装神的声音 骗你让你不知道你听得懂 其实只要你真心信耶稣 你一定听得懂神的声音 当然 可能有些拦阻 就很像我们刚才说的 有些时候你听神的声音的状况是 你不会分辨是自己的 或是神的声音 那其实你不是听不到 你是不会分辨 再来还有人是 不会分辨是仇敌的声音 还是神的声音 大家知道 我们举一个反面的例子 你在很生气的时候 会不会突然有一个念头 做犯罪的事 做不对的事 比如说吵架就好了 别人吵架吵架吵架 突然有个念头 那个念头叫你做一些疯狂的事 比如说打他 或者是给你一个念头是 说某一句不堪入目的话 会不会有这个念头 而且它是突然进来的 我告诉你 那个叫仇敌的声音 你们是不是都非常圣洁 没有体会过 只有我吗 大家都是活人 我们都有罪性 仇敌就是想办法 要引用我们的罪性 起来配合他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 你在生气的时候 你在圣怒的时候 突然会有一个念头给你 这个时候你要干嘛 你要转向神 你让你自己安静 你会听到里面 一个微小的声音跟你说 什么是正确的 然后你那个时候 特别可以感觉到 一个里面微小的声音 而且你不做它也不会强迫你 但你知道什么是对 然后外面进来一个声音是 有点像你的 但是你又觉得 诶 怎么会突然 它不是你想到的 你知道吗 假设我想说 呃 我们中午要吃什么 然后就想 嗯 我们就会怎么样 不是烤肉饭 就是炒饭嘛 对不对 好那你就会想到这个 可是呢 你突然间在做正常事 突然间 龙虾套餐跳进来 这就不是你想出来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绝对没有龙虾套餐的物 今天便当你想都不要想 我都不敢想你想 好了你可以想 你也可以跟神说 但是神会自己供应 但恩总教会不会供应 好了 你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 你去想 然后它有一个脉络出来 是你来的 然后呢 突然来的就是 很多是外面来的 然后呢 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 你是因为看到那个想到什么 比如说你看到 你看到某个颜色 想到某种 那也是想的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你要去分辨 其实什么是仇敌的声音 什么是上帝的声音 跟你的声音 还有别人的声音 别人声音比较好分辨吧 就是它是嘴巴讲的嘛 对不对 OK 所以基本上 你不是听不到 你是被搅乱的 你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呢 详细要怎么听 我们恩宠教会是有录 所谓听神声音课程的 所以可以去听那场 那场讲道 里面有教你怎么去 分辨神的声音 跟人的声音 还有自己的声音 还有其林的声音等等 好 所以呢 杨也听他的声音 你只要真心信耶稣 你真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跟生命的主 你就听得懂神的声音 只是你要懂得分辨而已 你知道吗 听到声音 就是没有耳聋就听得到 对不对 可是怎么去分辨 这是汽车 这是飞机 那就是练习的 你这辈子没看过汽车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汽车的声音 对不对 你这辈子没看过飞机的人 你怎么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可是你懂得去分辨 这是汽车 这是飞机 这是火车 懂吗 就是你不是听不到 你只是不会分辨 那就练习就好了 OK OK 然后再来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你知道神不仅仅是让我们 听得到他的声音 他记得有每一个人的名字 他将你的名字名歌在掌心 你想耶稣的手有多大 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 现在全球有二十几亿基督徒 我们再怎样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信仰 现在 对啊 还是有二十几亿 我们还是全世界最多人信的 历界有几百亿基督徒 那时候有够大的 没有 对神而言他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他是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手上 只写着你的名字 因为每一个人看的时候都不一样 对你知道吗 他要表达的事情是 你是何等的珍贵 他把你的名字名刻在掌心 然后他永远记得你 而且爱你 你会忘记你孩子的名字吗 诶 那个谁 来来来 另外一个笑话来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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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七十几岁 他跟他太太 他太太也七十几岁 一直都很恩爱 他每次都跟他 他都叫他老婆亲爱的 亲爱的亲爱的 然后就有人问他说 诶 请问一下小明 你为什么能够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这么老 这么大年纪 还这么爱你的太太 然后叫他亲爱的 他就说 其实我六十五岁的时候 就开始忘记他的名字了 我忘了他叫什么 我知道叫亲爱的 因为我怕被他打 好啦OK 神不会忘记你的名字 神永远记得你的名字 而且他怕忘记 还刻在掌心 小明就是没刻在掌心 他谁啊 然后杀掉 不是 你要知道神何等爱你 他按着你的名字 引你出来 而且你是有个人不同的个性 你知道羊的个性不一样吗 他们去访问那牧羊人 他说你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 黑腿的 腿比较黑啊 小斑你没看到他有两个小斑吗 那你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歪眼 你不觉得他眼睛歪一点点吗 蛤 什么都一样啊 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对牧羊而言绝对不一样 因为你就是如此独特 上帝爱你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你可以用真实的你自己活给神看 不用去Covid变成别人 因为Covid也不像 你就活出你自己的样式 对神真实就好 然后神按着名字把你领出来 好 十章四节请念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所以啊 那个圈里面有很多群羊 然后他就把自己这群的羊带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你看啊 是前头走 所以有一些文化人会觉得 这怎么前头走 因为西方牧羊是在后头走 因为有牧羊群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以色列这边的牧羊 或者是在东边一点这边的牧羊 都是走在前面 OK好 所以羊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其实我们要怎么跟着神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懂得认得他的声音 你知道前面提什么 我们会上一页 羊听他的声音 前面是羊听他的声音 你听得到的 问题是重点是什么 你要认得 请看下一页 十章四节提到要认得他的声音 你是听得到他的声音的 你没有耳容 可是仇敌想办法让你 太多声音你听不清楚 而且有些时候 你完全认得那个声音 比如说好 你如果常听我讲 那你大概认得我的声音 可是如果你现在是在家里播 或者是你是未来才听的 你声音没有开很大 旁边的人在讲话 你还是认得我的声音 可是你听不到嘛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要开大 那在灵里面的开大 就是把心转向神 重点不是你听不到他的声音 是你认不认得 再来你认得 你要专注的把心转向 让你听更清楚 把声音开大的意思 懂我意思吗 所以羊跟着他要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每一个基督徒 你都听得到他的声音 而且你要去操练 分辨哪一个是他的声音 然后认得他的声音 然后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 你知道 请问一下牧羊人 现在要叫羊去哪里 他带着羊要去哪里 屠宰市场吗 当然不是啊 你知道以色列的羊 大部分不是宰来吃 当然偶尔也有限制用 但是大部分是要他的毛的 当然需要的时候也是需要 逾越节或什么 但是大部分时间 羊是跟主人很久的 你知道吗 懂我意思吗 西方的羊很多时候 就养一养就宰了 这个东方很多羊是养很久 你看以色列比喻 就有些比喻 那个羊是从小跟孩子一起长大的 对不对 孩子都长大 那羊也还在 他们只要他的毛而已 所以不用那么害怕 不是常常去屠宰市场的 还有那个只是比喻而已 因为最大的羔羊耶稣 已经为我们被屠宰了 所以你不会被屠宰 OK好 他回来 我们跟着主 主带着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要去操场 要去吃好的 喝好的 用好的 你是被带到那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诗篇二十三篇 对不对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是要带你去不至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然后他使我什么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鞋的水边 翻成我们人类的意思就是 他使我躺卧在一个人四千块的buffet餐厅里 差不多意思啊 对啊 耶稣带我们去的草场 你会很难吃很干草莓味吗 这真的有草莓的味道 不只草莓 还有芒果 还有榴莲 如果不想吃榴莲就不要 我喜欢吃榴莲 OK 所以我要跟你说 神带我们去可安鞋的水边要是什么呢 你喜欢喝什么饮料 就是啊 就是你喜欢喝的饮料 你喜欢喝珍珠奶茶 那就是喝啊 珍珠奶茶 对啊 然后就是神是带你去丰盛的地方的 所以啊 你要认得的神的声音 是因为你要进去那个丰盛里 懂吗 你可以不认得 没关系 你听得到其实只是你不会认 那很可惜啊 你认得别人的声音也蛮好 你认得你的同学声音也蛮好 你们的关系会比较好 可是你认得神的声音 哦 恭喜你 他要带你去什么 可安鞋的水边 然后他要带你去那个丰盛之地 他要带你去吃几千块的buffet 这样好不好 比较有感觉对不对 哎 你们这也听到什么草场 没感觉对不对 他要带你去那个丰盛之地好不好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懂得认得他的声音 让他在前面带你 然后你要进去那个丰盛里 你生命中现在的问题很多时候只是你转念 改变一个想法 你放掉你要放的东西 你放掉你的坚持 Metanoia就改变了 大家知道Metanoia吧对不对 好 Metanoia我们中文常翻悔改 其实它最好的翻译是懊悔 我们河河本大部分翻悔改 偶尾有翻懊悔 什么意思 我们原本认为这方向是正确的 然后呢我就觉得 这边是我要去的地方 没错 往这边开开开开 突然间我看到一个地标 不对 这个地方跟我反方向 我从相信的那一刻 相信知道 这边是错的那一刻 叫做Metanoia 叫做奥悔 我不一定下得了 我那天在高速公路上 我不一定下去 要等到交流道才能下去 所以有些人承认自己犯罪 有些人承认自己犯罪 承认错 到他能够改 你要等到交流道 你知道有些交流道很远 台湾还好 有一些很大的国家 那交流道随便一个 像他牧师以前 先转回来好 好像我在对他讲道 我可以讲到 像他牧师那个什么 像他牧师以前在北维基尼亚念书 然后他去 他会去华盛顿迪士亚或什么的地方 他就说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什么GPS 稍稍不可以讲年纪 是不是 他就看地图 开车怎么办 一直看地图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错过交流道 他一错过他就开始哭 有些时候看好远 好远 好远几个小时才会回来 是这个概念 所以人的悔改 一个人犯罪 他承认错到他正在改变 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们不要逼着他 你知道 你想像你有没有开过车 没有开过车做过副驾吧 没有做过副驾 做过后面吧 对不对 你想像一下 那个开车人 或是你在开车 你已经承认你错 旁边你还错 你快点下去 快点下去 你现在怎么下去 撞撞下去 然后一直捏 你请问他 最后就不爽 不开了 然后就继续往南走去别的地方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知道人家错 不要一直跟他说 你这个错 你为他祷告 保守大家平安 你要知道他在开车 他情绪不好 你也很危险 好不好 所以继续回来 Metanoia的意思就是 你承认你错了 你觉得这边才是对 那一刻就Metanoia 懂我意思 所以我们生命中很多的点 其实是我们坚持一些错误 或是我们对神错误的相信跟认识 所以你必须透过认得神的声音去知道 神只是跟你讲 你不要再坚持一定要这件事放下 然后整个环境突然间改变 很多时候是这样 好我们请看下一页 好十章五节请念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这边的生人是陌生的人 不是活着的人 对可以翻两个意思吗 对 羊不跟着陌生的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所以我跟你说 你要懂得去认得 然后你要进去那个丰盛 请看下一页 十章六节请念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知道吗 前面讲了一个羊圈的比喻 然后到这边耶稣讲了 然后他们不明白 所以耶稣要再解释 他不是讲前面那个例子 因为背景环境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些人他们是谁 就是一群法利塞人 好十章七节请念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好这是两个不同的羊圈的概念 刚才第一种羊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专业的开门的人 你把羊放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你的事休息一下 你可能去旅馆休息一下或等等 好现在是另外一种 实实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这是另外一种 你带羊到那个很棒的草场 他们吃得很开心之后 发现糟糕天色晚了 我在走回去的路上 到任何村庄可能都要几个小时 糟糕路上太危险 所以就会在野地有那种 牧羊人自己围起来 他们把一些石头围成圆圈 然后那就没有像是 那种有专业的看门的人 就只剩这个牧羊人自己 带着甩食鸡选 就是那个大胃打死哥利亚那个 那个东西就是用爪嘛 用离心力 然后重力加速度 然后丢出去 那个东西 你不要以为那个很小事 那个如果它石头弄得对的话 转转转 那个可以达到子弹的一半的速度 手枪子弹的一半的速度 所以用那个石头可以打死哥利亚 所以当然也可以打得死狮子或是熊 所以啊 而且他们是很厉害的 练得好 一直射一直射 OK 所以啊 这个羊 这群羊就被带到一个圆的 圆圆的 然后就是临时搭建起来的 所以谁会坐在门口 黑腿猫 他就是外面的野狼或者是熊的第一餐 当然是牧羊人 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 他真的就是那个门 他不是形容 因为野地底用石头堆一个圆圈 然后有一个有一个路口 然后呢 那个路口就让羊进去了 然后呢牧羊人要干嘛 他就坐在那个地方 靠着什么 他就在那里睡 保护他的羊 所以耶稣就是羊的门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不同的羊圈 刚才前面那个是比较专业的 有看门人 现在就只有一个牧羊 加上一群羊 就这样 好 可是你不用担心 其实牧羊人都很离开 这些羊会很安全 好 再来请看下一页 十章八节九节前面 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所以啊 呃 其实还是有贼或强盗 或者是野兽要攻击羊 可是羊要懂得不听他们 有听到吗 你要认得主的声音 然后不要去听外面的这些贼强盗 要保护世界谎言的声音 但你要懂得去练习 所以为什么 我们就会不断强调 你要建立个人与神的关系 我们久久才开始听神声音课程 可是你要懂得 建立跟神的关系 在你的生活中去认得主的声音 然后不听仇敌的声音 好 耶稣再次强调 我就是门 我就是那个门 要从主进去的就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先讲一下这个出入 为什么出入要特别标起来 其实中文写出入 其实原文是入出 就是先进再出 中文出入你会觉得好像先出来再进去 没有 其实耶稣在说的事情是 我就是门 我就是救恩的门 透过我进来就必然得救 而且你进来出去 你要先进来 你要先进到主里头 你要先进到主里头 你进去 然后你出来 我要带你去吃草 我要给你丰盛 所以是先进再出 所以这个出入应该翻 进出 并且进出得草吃会更好 对 因为先进再出 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门 所以所有的信仰 如果不是透过耶稣基督 不是透过耶稣基督 就是强盗 就是贼 包含律法 如果你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那就是强盗 就是我们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所说的 好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耶稣就是门 所以有人说你要进窄门 对啊弟兄姐妹 你们要进窄门啊 进窄门就是要恭贺其身 救生福我 进窄门就是要 每天读十章圣经 进窄门就是要做这些事 没有耶稣说我就是门啊 窄门不是他们说那个窄门就是 我就是门 耶稣说我就是门 所以信耶稣是唯一得救的方法 而不是任何人告诉你窄门 因为信窄门才会得救 所以大家会告诉你什么是窄门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问题是你有经文告诉我他是窄门 我有经文告诉你 信耶稣就是唯一的窄门 对啊为什么窄门 只有一个啊 你知道全世界有几万个宗教吗 搞不好更多 只有一个会得救 还不够窄啊 万分之一耶 你懂我意思吗 我救世门 我就是那个窄门 唯一的得救的路 没有任何其他的得救路 就算在犹太教里面 遵行律法也不会得救 所有犹太人也是信耶稣 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才会得救的 所以耶稣救世门 而且只要进去了 你入出你进去 出来神要带你去吃草 要带你去得到那个你的美好 大家觉得吃草好像在吃素很痛苦 没有 我真的很感谢主啊 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吃肉的 你知道一开始创造的 一开始创造的时候 在伊甸园他们是吃素的耶 感谢主 我应该说亚当你干的好吗 我要说虾蛙你干的好吗 果子你吃肉我吃 你看我们这个信仰多好 动不动就全养 对不对 动不动就牛肉 对不对 感谢主哈利路亚 真的是事实啊 你们读那些什么 你们读那个都没有画面吗 读到那个献祭啊 那个牛肉要烤 烤的时候要分鸡肉给大家吃 你们都没有感受吗 你们都觉得是宗教义务吗 麻烦你 那个时候就买一块 买个牛肉来边吃边看啊 就很像我领圣上 我就真的烤一罐很好吃的饼啊 开个红酒就顶啊 你就要把它录食在你生活中 所以回去去买 你老公我老婆问你干嘛要买 牧师说的 自己经济上OK的话就好好享受 让你的信仰是真实落实在你生命当中 好所以耶稣就是门 我们进去出来 然后要得草吃 要经历那个丰盛 好请看下一页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的情练 到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啊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羊啊 而且你就要得到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不是只是有生命活的就好 就是好像每天糊口赖活 然后就活的这样 没有你就要得得更丰盛 而且这个丰盛是什么 是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 在耶稣基督里使你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 我的神不是照着你所需用的 我的神是照着他自己荣耀的丰富 在耶稣基督里使你所需用的都充足 所以意思是什么 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在耶稣基督里 然后他要照着荣耀的丰富 荣耀的丰富 是他荣耀的丰富哦 所以你知道那个比喻野地的百合花 对不对 你有没有去过一些野生的地方 然后都是满根满谷的花或什么漂亮 有看过吗 平常根本没有人看 他开那个要干嘛 他自己开了自己开 先开完自己卸掉 上帝就是这样 老子有钱爱回货怎样 你懂我意思吗 上帝是非常丰盛的神 你知道花还不便宜嘛对不对 特别是还在谈恋爱要送花的 知道 你知道999多玫瑰有多重吗 要这样抱 我在花店打工过 你以为我送谁 好啦回来 你知道上帝的荣耀丰富就是 就算没有人去看 他就是可以这样 你想 你家是不是有人看到的 或者他去饭店好了 那种大饭店金碧辉王 很漂亮 六星级五星级的大饭店 你去看员工走道 根本就不装潢 你看得到才会装潢 对不对 可是上帝不是这样 我管你看得到看不到 有些人你看不到的地方更漂亮 对不对 有一些根本人言罕至的地方 还是超漂亮的 为什么 因为老子有钱爱回货 老子是上帝你爸 懂吗 老子不是爸爸的意思吗 你的天赋是非常丰盛的 然后如此的 这样子荣耀丰盛 然后他是按着他的荣耀丰盛 使你所需用的充足 问题是你有没有吗 没有啊 我都只是刚好够用狗活而已啊 我每次快跳票的时候就有钱 有些时候还没办法什么 那有一种可能 按照这个应许 你应该得生命 并得得更丰盛 显然跟前面经文有点关 你认不认得神的声音 你听得到哦 可是你认不认得 大家知道什么叫跳票吗 就是支票要付款 那天你没有钱 好 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是 我感谢主我跳票那天 谁借我多少钱 神要给你更丰盛的事情是 你根本没有这种 跳票什么什么的问题 首先先不要申请支票就好 不是啊 这不是解决的方案 是财务的丰盛 可是你要懂得啊 比如说我最近 前一阵子 我有感动去买一只股票 然后呢 那只股票我买了半年 然后我小赚就出场 然后那个时候出场 是因为我自己焦虑 我那时候还买蛮多的 那我就卖掉 你知道后来 他占了八倍吗 他是AI概念股 然后 那个时候神跟我说了 我还买了不少 然后 我现在每次看到他占 我就呃 没有 因为你懂吗 你认得神要你买的声音 你也要认得神不要你卖的声音 问题是你的焦虑 你的觉得放的都没有涨 那还是不如做什么投资 你就把它卖了 还是小赚出场 感谢主 但是真的小赚 小赚的小赚 跟那个八倍比起来 小赚的小赚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会焦虑 这个世界有环境 我们活在这个每天那边讲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啊什么 你随时听 永远都有 比如说美金要走强 美金要走弱 房市要涨房市要铁 同时间大家都在讲 然后你就在那边上上下下 问题是你认不认得 我还好啦 我就是很丰盛嘛 但是就这个没有赚到嘛 股票八倍 你去哪里找 我买二十几块 一百六十几块 最高点 唉 而且只差几 两个月 就是一个月吧 再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 就起账 好 回来 所以你要认得神的声音 懂吗 我还好 我就是 没有做个还有别的神 会丰盛的继续祝福 可是 我也会受这个影响 我自己有我的感受 他怎么放在那里 都没有涨 对不对 所以领完骨骑下车好了 有可能这样想 对不对 所以你要懂得 如果你一直没有 你真的要回到 根本问题是 你要认得主的声音 然后你要得神的 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不是狗活而已 你要更丰盛 而且是照着他 荣耀的丰富 在耶稣基督里 使你一切都充足 是满出来 你看上帝的概念都会这样 你是福杯满意的人 你是倒水倒倒满出来 桌上还要擦的那种 满出来那种的人 结果呢 半瓶水 然后半瓶水还想叮当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好像很自以为了不起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应该要满出来 然后可以住旁边的人 可是我们的生命很多人 就是你都没有花时间 去跟神相处去认得 然后结果呢 就只是活着而已 有啦 我是有羊 我是羊 我有得的生命 并且到底哪里有丰盛 没有你要懂得知道 还有另外点就是 有些基督会觉得 我要行为好才会蒙福 才会有这些 没有你现在就是艺人 再来你要知道 你要认得 你知道 我的讲道 最多人听的是什么吗 上次看是16万 还是17万人 就是 听神的声音 就是 就是看上帝在说话 那个 然后 我觉得很棒耶 就是 光这篇讲道 就已经 如果我是一个 从来不录影的人 我一辈子每天 上班八小时 我每天都在讲道 我讲的就是这个 这部片的总收视时间 所以这部片 已经帮我赚了一生了 你懂我意思吗 谢谢大家一起来服事 我不会退休的 我会继续 好 所以要叫羊 得生命并得得更丰盛 你要进去那个丰盛里头 OK 请看下一页 好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耶稣就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耶稣我们为你舍命 所以耶稣既然为你死 你就可以经历他的复活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了什么 他为你背负了罪 定罪 诅咒 疾病跟死亡 所以不要再定自己的罪了 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罪 都归在十字架上面 不要再定自己的罪 也不要定别人的罪了 罪 定罪 诅咒 所有一切的诅咒 管你什么祖宗八代 什么三世代 做了什么事情 都归在十字架上 灵里面的这一切都归在十字架上 疾病 我们可以靠着神按手 吩咐看见神即发生 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只疾病 她也吩咐没有冷气也要凉 也成就了 这个我信心就需要提升 我有冷气还对吧 没关系 我要提升 我要健康 荣耀神 然后最后连死亡 未来会换一个全新的身体 你会离开这个身体 如果你可能有点不满意这个身体 没关系 你有下一个身体 但你不要随意离开这个身体 神的时候再离开 好不好 OK 所以耶稣是好牧人 他为你舍命问题都解决了 再来就是去攻城掠地 得到你该有的祝福 然后把福音分享出去 OK 所以好牧人为养舍命 主已经做成了 已经完成了功 就把它彰显出来 请看下一页 十章十二节请念 若是故宫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然后呢 今天好的牧人会 为羊舍命 但是故来的牧人 故来放羊的人 他知道羊不是他的 所以狼来了 他就跑了 为什么只是举狼 你知道狼没有很厉害啊 狮子更厉害吧 熊更厉害吧 他只要狼来了就跑了耶 而且狼来了 常常是假的 狼来了 狼来了三四的吧 没有那两个不同故事 都小爱 他看见狼了 他真的看到狼 他就跑了 然后狼抓住羊 赶散了羊群 重点 你知道吗 狼抓住羊也就算了 有些时候 抓住一只羊 那只羊牺牲就算了 剩下羊平安 问题是他赶散羊群要干嘛 羊就没有牧人 然后就到处四散 等到他饿了 他又可以再去抓下一只 所以你知道 仇敌一直想要把大家赶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 在一个教会聚会 当然你不是不能换教会 但你要知道 如果你有被喂养 你真的知道 你的灵里面有喂养 你被建立 不要随便换教会 神既然带你到一个教会 你要被神引导 除非他让你走 否则不要随便走 但是我不是说只能来 那种教会 其实有非常多很好的教会 但是我们的方式就是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她们可能会觉得 她们觉得 那个礼拜天到现场 或到台中场地很远 她想要在家里 那你就 有人现在正在床上 她打开电视 OK啊 很多人在主卧房 不是都有一个电视吗 OK啊 你这样聚会我也可以 不然我看不到你 对 不要让我看到 真的我那么辛苦 那么早来 好啦 没关系 上帝爱你 你知道 狼就是想要让羊 被赶散 只要散了 就各个急迫很容易 可是如果这个羊 是被狮子领导 就可以战胜那群狼 何止那群狼 可以战胜另外一群熊 是这样子的 所以啊 狼想要赶散羊群 你千万不要随便离开 你要在一群 但我们的群不一定是实体 只要大家一起在线上 你固定的被信息牧养 被每天的灵修牧养 我们是一群 然后我们就会有保护 所以不要随便离开 但不是不能离开 我知道有些 已经被属灵虐待了 你分明 你觉得你都没有供应 都没有吃到 你还被虐待 那赶快换吧 那个是故宫 那个不是牧羊人 那不是真正的好牧人 好不好 那你知道故宫都在哪里吗 都在故宫博物园 冷笑话 同音梗 这是有一次 我在灵修上帝跟我说 你不要做故宫 你不要做故宫 你要做好牧人 而且因为从小你住在故宫路 我小时候真的住在故宫路 故宫博物园前面有一条路 叫故宫路 你不要再住到故宫路了 你现在住在安和路 好不好 不一样 这是我认得神的声音 我们的灵修方式 我们的同音梗 因为上帝也喜欢同音梗 大家知道吗 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信书直 你看得好 我留意保守的话 使得成就 中文看出来 这什么逻辑 你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在西伯来文是同音 信述之的同音 就是我保守我的话 懂我意思吗 上帝也喜欢同音梗 懂吗 只是西伯来同音梗 你听不懂 好不好 OK好 所以不要再继续住在故宫路 不要做故宫 我们一起来做好牧人吧 好 请看下一页 10章13 14节请念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 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 也认识我 所以主是我们的好牧人 他认识我们的羊 我们的羊也要认识他 神百分之百的认识你 他比你还认识你自己 而我们有一个任务 是要认识主 无论如何他都爱你 所以他把你爱成这样 你要不要花点时间熟悉 这一个这么爱你的 因为你在认识他的过程里面 你自然要进去那个丰盛 健康平安得胜 所以我们身为主的羊 我们要好好来认识我们的好牧人 来看见神迹发生 而且老实说 如果这个都只是 做一做对别人有好处就算了 是做的对你有好处啊 大家做业务的都知道 你要去开发那个 含金量高的客户 你知道含金量谁最高吗 当然是上帝啊 他家地板都黄金耶 他走路的时候都会沾到金子 讨厌那灰尘 那个灰尘剥下来就是你的黄金 你知道好不好 懂我意思吗 我的羊也认识我 花时间来认识神吧 进入那个丰盛里头 神的心意是好的 他要给你丰盛 他要给你美好人生 不是只是虎口而已 是美好的人生 得生命得丰盛 而且照着他荣耀的丰富 使你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 如果你没有在这里头 请花时间单独亲近神 让他引导你进去那个美好的草场 出入得草丝 入出得草丝 你已经入了 再来出要得草丝 要经历那个丰盛 请看下一页 十章十五节一书就举了例子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养舍命 这一阵的核心都是主为我们这些养舍命 所以我们得以来认识耶稣认识父 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父 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 而我们要花时间来认识耶稣来认识父 要看见上帝的神迹 你知道 就很像是 你知道在新耶路撒亚里是不用灯光的 为什么 因为主自己就是光 好 那假设我们这个室内只有一个光在这里 很亮 那是不是越近的人越亮 所以 为什么会有所谓外面黑暗 就是远的是暗的 相对就是暗的 对不对 所以你越靠近主你就会丰盛 那个光亮 光亮你都没感觉 那也就是健康财富丰盛得胜荣 一起在那里 更多亲近主来看见神迹吧 请看下一页 十章十六节请念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再强调另外一件事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要领他们来 你知道 耶稣在对法利塞人说 有一群人被律法圈在里头 耶稣要带这些律法 从门出来 先进去他的门信他 然后从门出来 经历丰盛 可是也有一群羊 是不在这个律法的圈里头的 一群外邦人 一群没有信耶稣的人 耶稣说 我也要去领他们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而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有人会说 所以只能有一个教会 没错啊 圣大公教会 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曾经活着信耶稣的人 现在加起来就是一个教会 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 耶稣就是那个大牧人 可是天主教就用这个经文说 所以不可以有其他教会 你们更正教 你们基督教是错的 因为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所以那个牧人是教皇 那祝福你们教皇 健康平安喜乐 毕竟还是弟兄 但是我们知道 我唯一的牧人是耶稣基督 OK 好 但是你知道 这边也可以引用在我们生活中是 你知道我们圈里 有很多这个词吧 演艺圈 我们圈里人 对不对 他是圈外人 他不是演艺人员 比如说某某女性嫁了一个圈外人 就是他不是演艺人员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 因为文化或职业有很多不同的圈 神要呼召那个圈里的圈里人 来得着这一圈的人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做什么了不起属灵的事 为神什么 你光在你的职场 你的工作 每一个人都做不一样 有什么演艺圈 有司法圈 还有什么圈 很多圈 有甜甜圈 不行 好 有各种不同的圈 对不对 你在你那个地方 经历上帝的丰盛得胜荣耀 然后喜乐平安过生活 光这样你在末世就够 你知道多少人看到你喜乐 他们就会 他们平常去看看 有事的时候就会找你了 对啊 有一次我堂弟打电话给我说 他就叫我名字吗 他就说 你跟那个嫂嫂就向下牧师吗 然后你们平常都很开心啊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也是 因为我堂弟是牙医师 他也是牙医师 他是我同学 然后他很痛苦啊 你可以跟他聊一聊 我就打电话给他聊一聊 然后当然就带人家觉知 你很快乐 他们都其实蛮有钱的 都赚不少钱 牙医嘛 但是还是不快乐啊 你的快乐 你不一定有他有钱啊 但是你比他快乐啊 然后呢 他痛苦的时候 他们会来找你的 你知道吗 你就是负责开开心心 喜喜乐乐 光这个就钱买不到 你知道吗 我就是没钱才不快乐啊 我知道 这是你的问题 有一个笑话 你上班要有理想 老板说 你上班要有理想啊 老板我理想就是不上班 对啊 我知道 但是上帝要赐给你那个真正的丰盛 去听神的声音 你看他们不断的在强调听我的声音 你要听主的声音 认得主的声音 合成一群进入那个丰盛里头 把福音传出去 你光是被神引导去 你知道没事 你把心转向神 神就说你好可爱好棒 光这样就很喜乐 你知道吗 都没听过 经营一下吧 我讲没有用 上帝讲他有用 好不好 你花时间跟神相处 让他来肯定你来爱你 来安慰遭就劝勉 然后你会进去那个平安里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然后 耶稣就说 我父爱我 因为我将命舍去好 再取回来 然后等一下耶稣会讲 我再看下一页 他就告诉大家 没有人夺他的命 他是自己舍的 开始讲他舍命的部分 好回到我们的经文 现在时间是什么时候 耶稣还要大概在五个月左右 耶稣会上十字架 原本是祝鹏节 祝鹏节已经过了一些时间 他讲了这么多话 大概五个多月的时间之后 耶稣会上十字架 所以他开始讲清楚 没有人夺我的命啊等等 这个下次会再跟大家讲 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 上帝希望你认得他的声音 懂得分辨听他的声音 然后进到他的丰盛里 大部分弟兄姐妹 你没有进去那个丰盛的问题 其实都不是好像你有罪啊 或你不勤奋啊 有罪本来就是我们有罪性啊 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可是你因为你住在这肉体 还是有罪性 所以要等到没有罪才会丰盛 你就不用丰盛了 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以为 你为什么不能丰盛的原因 因为我常常有罪性 你有罪性是正常的 你有一些罪恶的想法 一则是仇敌丢给你的 当然你要认得抵挡他 一则是你的里面的罪性 私欲出来的 那不要定自己的罪 跟那个没关 你的丰盛只因为神做成的工作 然后再来是他要引导你 他要带你去那个草长丰盛之地 你懂不懂得认他的声音 然后抵挡仇敌的声音 然后制服自己的肉体 分辨自己的声音 仇敌的声音 上帝的声音跟别人的声音 然后搞清楚神的声音进去 得到那个瑞玛神迹要发生 你会看见我们的神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 是荣耀的丰富 然后让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得到充足 饱足满满满满满 让他来教人得生命 并且得更丰盛 让我把眼睛闭起来 觉得说我们向你千上感谢 谢谢你的爱 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主要我们是你的羊 我们一定听得到你的声音 但是帮助我们听得懂你的声音 认得你的声音 知道什么是正路 然后当行在期间 等我们在想或向左或向右的时候 让我们懂得听懂你的声音 知道这是正路 我们行在期间 祝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金银与神个人的关系 我们不只听讲道 听讲道 听正确讲道很好 但是不只听讲道 我们有个人灵修 个人听主的声音被神引导 然后我们要进去那个丰盛的人生 超自然的意志要领导 超自然的恢复要领导 超自然的关系意志恢复要领导 财务意志恢复要领导 身体意志恢复要领导 我们要看见 主来使我得生命变得的更丰盛 按着他荣耀的丰富 得到的真正的美好丰盛的生命 谢谢耶稣将祷告奉耶稣的名仇 阿们 好我们站起来 来做信仰宣言 打同心来念一次 一二三请 我相信上帝猜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感谢主 请打开你的双手 闭上你的双个零说 本周的祝福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要你用生命 就二十八章的祝福来祝福我们 使我们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居首不居尾 在上不在下 主要 使我们身所身 深入所下的地球场的都蒙福 使我们手机电脑上传下载的都蒙福 使我们初入蒙福 使我们的亲朋好友的家人 他们都快快的来认识耶稣 他们不仅得到因着我们而来的祝福 他们要得到那一首最好的祝福 奉耶稣释放超赞的意志 因着耶稣的鞭上你得意志 因着耶稣的醒发你得平安 神迹要发生 而且是无远佛界的 超越时间空间的超自然的意志 奉耶稣吩咐那个意志的领导 神迹要发生 谢谢耶稣 所以你继续来引导我们 让我在对的时刻 在对的地方 预见对的人做正确的事 看见神迹 看见荣耀 谢谢耶稣 你继续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得你的声音 我们不只听到 而且会分辨 然后认得你的声音 进入你要给我们的丰盛健康荣耀美好礼 谢谢耶稣 愿有绝书基督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离 感动交通 常与众与众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生命的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出来的话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哦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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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一切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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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罪 病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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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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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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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Amen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